废弃物堆在球场内宛如大型掩埋场 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在脸书 秀出Google地图上 新竹棒球场在前年施工的照片 直球对决营造公司 以及前新竹市府 那我必须要坦诚说 这件事情确实不如 我们叉道前市府团队 在先前做广告行销宣传上面所说的 全数都已改善完成 5号公布影片就在球场底下 随机采样挖出不该出现的东西 市长高宏安亲自开挖新竹大秘宝 原来跟随当初合约规定 依照施工标准球场土壤 应该要有打松土层后青砂 以及青砂石等整整28公分 但堪验时却挖出砖块 以及废弃电线 引发各界议论纷纷 甚至还有网友酸说 这根本就是要价12亿的垃圾 有在组建物的这个部分 他是有做验收 那整个球场的这个里面的草皮 跟这个在施打的这个球场的场地 他是没有做验收 对于排山倒海的批评声浪 负责承包改建工程的聚家营造 董座发出声明 表示聚家对球场施作非常用心 包括转播大萤幕观众席座椅 与灯具等硬体设备都强调品质 但这么大的球场 难免会有小疏失 他们身为施工厂商会更虚心检讨 强调错了就是错了 因为球场临近民宅 过去施工过程中 很容易被住户捕捉细节 现在随着老照片一一曝光 废弃物土堆 营造单位如果没有解释清楚 球场验收争议恐怕越演越烈 精神孙明方张建文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进行web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